請看慢動作 背摔鎖走 背摔鎖走,當對方用右拳攻擊我面部時 我首先用我的右手向外擱倒 然後迅速向下抓住對方的右拳 然後撤步,撤我的左部 迅速我的後背和我的臀部與對方的身體接近 然後把這個空間給掌握好 然後向下同時把空間給對方 在做這個動作的同時一定要把這個空間讓給對方 要不然你摔不好,這個效果也不好 所以做這個整個動作 從上步到側步 拿著對方的兩手的時候 這時候同時進行 然後轉腰 最後,當對方摔倒了以後 迅速上步 然後跪壓在對方的左關節 然後同時我的兩手向上 向禮 向上向禮 然後我們膝關節呢 向下跪壓 將對方制伏 所以整個動作要全身協調一致的完成